你看 灰蓝主子 这药方有什么不妥吗 奴才不懂药性 字倒是认的 就是对这药性配武一概不知 乍看起来 这是一张滋阴补肾的传统方子 可一旦深究下去就会发现 这里面大有文章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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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安德兴赶着马车出园子了 回大总管 园中有人亲眼看见 但在门口就没问问他上哪儿 听门妹说安公娟去了皇宫 皇宫 这处方一定在安德心的事 背马 刘大总管您这儿上哪儿去啊 刘大总管您这儿上哪儿去啊 急急火火的 我还想问你呢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急急火火上哪儿啊 实不相瞒 这昨儿晚上估计是咱老哥俩喝酒喝多了 今儿早上一起来啊 这前胸后背啊 就全都是倒汗 口干舌燥 嗓子里冒火 我听说城里药铺 这个有卖凉茶的 这喝了包治百病 我 我去买点凉茶去 大总管 别信他的 这偏方肯定在他身上的 瘦 没有 没有 我自个儿翻给你们看 行不行 下去 看看轿子里头是什么人 兄弟 没人 没人 就我一人 就你这儿就我一人 大总管 没 没有 你看 我说没人吧 就我一人 真是就我一人 来 收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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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衣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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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 兄弟 不是 六大总管 这天这么冷 你不能让我这么单块儿 大总管 没有 老兄弟 你先委屈委屈 说不定我能从这医生的 夹层里头找着那土块 我现在得去禀报太佛呀 我这大总管 我这大总管 你不能让我这样 咱说刚喝完酒 我这浑身的 我这浑身的 大总管 大总管 攬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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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跑那儿去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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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留神脑袋 别管他这儿扒不住了 您干嘛 满柱子 咱们把奴才衣人全弄走了 奴才就是成 没事吧 您快上去吧 您快上去吧 您坐好了 满柱子 站 站 这儿 奴才不该喝酒物大事 奴才长嘴 打 使劲打 打你个馋嘴的 打你个喝大酒物大事 打你个昏账的 打 使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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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佛爷 您可千万保证跪题 您消消气 我告诉你 就你拿来那个方子 我让宫中太医和那些性灵高手 都一一过目了 那根本就是一张普通的方子 根本就不是治脏病的 太佛爷 照您这么说 那方是假的 没用啊 当然没用了 有屁用啊 白打了 谁说的 该打 奴才知罪 该打 我问你 园子里那个蓝姑娘 和那个狗奴才安德心怎么样了 回太佛爷话 蓝姑娘没什么动静 那安德心在半道上 光着膀子凉快呢 你说什么呢 奴才说的是真的 安德心在半道上 光着膀子凉快呢 放肆 张嘴 这 这 这 你怎么了 我这牙掉了 换一斤的去 带着 带着 欧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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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子在 欧阳琳 诺子在 欧阳琳 这 这 这 那妞子 那妞子 咱们诺子实在 冷得不行了 没事 没事 什么事上了 这容俊爷怎么还没到啊 您稍微再等会儿 容俊爷说话就到 是他们吗 是 容俊爷 不过说了 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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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园平靠 容顾给蓝主哥请安 起来把脸理了 蓝主哥是腰牌 辛苦你了 安哥哥 这是衣服 多谢荣居 快穿上吧 口还没解呢 你干什么呀 会蓝主的话 这是规矩 都得这么走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是一小太监 您是攻坚手里 快快捡捡捡 拿出点派头来 不是 太过了 齐禀万岁爷 你怎么来了 蓝贵人在偏见等候 有急事并报 混账的东西 你不知道规矩吗 任何嫔妃 包括皇后在内 都不能进养性殿 这白天不允许进 晚上夜闯养性殿 更是灭门的死罪啊 蓝姑娘不知道规矩 安德西你还不知道吗 为什么蓝姑娘 夜闯养性殿的时候 为什么不加以阻止啊 这 这 皇上恕罪 蓝儿 实在是奴婢有要事相告 才让安德西带奴婢 夜闯养性殿的 起来 蓝儿 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奴婢实在是有要事相告 皇上 有人要设局陷害您 害我 谁啊 哦 皇上 夫妻 你怎么还能吃 你来什么 你来什么 你带我 你是怎么� 남자 那你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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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 奴婢告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佛呀 奴 奴才也是刚听说 怎么皇上知道偷处方的事了 肯定是 要不然 红猪怎么能被抓呢 可惜啊 原本以为这个处方能派上大用场 可没想到废纸一张 现在可好 搭上了一个红猪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干嘛呢 收招口令呢 奴才知罪 想起来红猪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也只能舍居保帅了 刘福啊 奴才在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奴才明白 你也是宫中的老人了 跟了我这么些年 也真是有感情了 所以在这时候 我只能舍掉红猪这个小卒子 保你这个帅了 太佛爷 那 不用说了 如果红猪一旦供出 你是幕后指使 再来个当堂对质 到时候 别说你这圆明园大总管当不了 恐怕脑袋都保不住了 太佛爷 奴才明白了 奴才这就办去 太佛爷 那边 就吃了 咱们 并 大总监 并 总监 这 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红猪姑娘 红猪姑娘 不认识我了 刘总监 是您哪 是 是 你不应该这个时候来 要是被人认出我 您会连累的 而且 你现在在这受苦受罪 你为了谁呀 你不是为了我 为了太佛爷吗 你看他们把你打成这样 你就愣是没开口 红猪姑娘 你真是女中豪杰 经过英雄 再大的危险 我也应该来看你不是 我这先给你鞠躬了 不 刘总监 谢谢你 来 快下来 来 总监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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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好 红猪姑娘 你看看 这些个都是太佛爷了 我给你送来的 来 这儿一勾汤 太佛爷了 太佛爷了 一直惦记着你 这儿还有俩菜 吃了 吃了 来 吃吧 来 吃吧 来 刘总监 能比失礼了 应该叫您一起吃再对 这儿一会儿 吃吧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还是订阅 你 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儿得求你一件事 你说 不管他们怎么拷问你 你可千万不能够透底啊 记住了 不开口 铁嘴钢牙不开口 神信难下手 太佛爷说了 三日之内一定想办法 把你给营救出去 如果要是一露馅的话 我倒无所谓 关键是太佛爷那儿 可是你想想 太佛爷对你我恩重如山呢 你说是不 奴婢明白 请您转告太佛爷 哪怕就是千刀万剐 生吞活包 我也绝对不会说出投房之事 只要那个处方还在您的手上 我这儿就绝对不会出事 三天的时间不长 我红猪今天就当是癞蛤蟆 给椅子垫腿了 死爱死扛 也能忍过这三天 您就放心好了 红猪姑娘 真是神明大义啊 我 我这儿给你磕头了 齐赶 齐赶 刘总管 您起来 好 红猪姑娘 我不能跟这儿久待 我待会儿去见太佛爷 我一定把你说的话 全都禀告太佛爷 三日之内 我一定回来接你 好 那汤你喝 就这儿煮一煮 行 那我先出去了 我 公主 咱们都是当奴才的 当奴才的救这命啊 公主姑娘 不是我要杀你 实在是无奈 怎么样 她招了没有 启禀万岁爷 没招 刑事防问对红猪姑娘 是否可以用大刑呢 不可以动大刑 万一她受不了 死在牢里怎么办 那我们线索不就全断了 不用着急 慢慢磨吧 时间一长 她一定会招的 记住啊 马上通知下去 不得任何人探视红猪 以防有人先下手围墙 杀人灭口 那我们真的是 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下去吧 是好 呜 不行 我宝贝 不是 那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处方子留着它也没什么用 烧了好 这让我放心 您就尽管放心 那方子确实是烧了 放心吧 启禀太夫爷 孙亲王求见 叫他进来吧 太夫爷 处方的事终于调查清楚了 您看 这里边的确有鬼 老七啊 你不是说这就是一张 普通的补肾的方子吗 他们怎么就从中瞧出问题来了呢 启禀太夫爷 微诚也差一点让人给蒙了 日前所报 当时的确宫中太医 坐堂生医 都认定此方毫无可疑之处 但微诚不死心 又找了两名姓林高手 深暗此道 故而看出这张方子的绝妙之处 太夫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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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烧了 什么时候的事 烧了 还问什么时候的事 烧了 混蛋 废物 废物 你真是个废物 谁让你烧他 楚方在手的就是个证据 现在你把证据烧了 你将我扔回去如何束缚本家王爷 和遇切大臣们 如何联名起草皱褶 老七啊 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份抄件呢吗 拿那个去要挟皇上 也可以让他立阿哥的事啊 太妃 你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一份抄件啊 可那根本不是太医院的处方 更没有王太医的签名呢 根本不能说 这张处方就是给皇上开兵的方子 这谁都知道 刘福 奴才在 你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狗奴才 张嘴 这儿 出去 在外面自己给自己张嘴 这儿 老七啊 尾辰在 你的办法多 现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没有啊 太妃啊 现在是毫无办法 只能是等待了 你怎么会毫无能够的办法 你都会不会毫无能够的办法 那你可能是毫无能够的办法 你不满手 我满手 李征公公请安 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赌兰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兰万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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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速顺到养心殿见证 说 顺老爷 这方子一烧太佛爷他饶不了我 您可千万救我一命 您救我 这方子的事我知道了 不就那么点事吗 太佛爷也没有向你罚难 只是他一时情急 删你几个嘴巴子 骂你几句 你这个当奴才 难道不应该吗 应该 应该 佑佛 你聪明 我知道 你现在跑来求我 你这是 做贼心虚 我问你 你从太医院偷出来的处方 是自作主张烧了 还是 这奴才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孙王爷 其实奴才呢 也是听了太佛爷的话 说这方子没用了 故人才差人把他给烧了 奴才心里头都犯嘀咕 我就怕夜长梦多 万一这方子让谁瞅见 那 那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那么太着急 我说你呀 你完全可以自己回园子 把那个处方给烧掉 你干吗急火火地 从宫里边调了个太监 再返回圆明园烧掉那个房子 那不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吗 再说了 这个太监要知道这个方子 是偷的 那知道的人更多 这掉脑袋的事 就和你有直接有牵连 你知道吗 这 这奴才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 那是 其实这 好了好了啊 你别跟我斗圈子了 烧方子的事我是不信 要真的烧了 红猪姑娘偷方子的事 皇上是怎么知道的 皇上方子就是丢了 也不会怀疑到 红猪姑娘身上 要想人不知处得几个位 你和安德兴在园子里边喝酒 就没人看见吗 你喝大了酒 晕头转向 把偷来的方子 让安德兴给看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说到底 正是你让安德兴看了方子 皇上才知道 这才抓了红猪姑娘 你现在能站在这里 那是沾了太府爷的光 没有红猪姑娘的口供 他们就拿你没办 所以你才有机会 跑来求我救你 我说得没错吧 是是 孙王爷 可是太府爷还说了 红猪虽然说是死了 可是一旦皇上要持续追这张药方的事 万一太府那盯不住 就得把我给推出去 您说这 我求您一定教教奴才 您一定教教奴才 好吧 放心吧 不会的 奴才不猜 您明见吗 这明摆着的 红猪死了 仙儿就断了 如果他要把你抓起来 继续追查的话 那皇上岂不是此地 无银三百两 掉下团 他们 可是 应该 些造